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股东财富 我是主播Walt 我们再次欢迎范云的投资分析总监 Herman来跟大家聊一下 市场最低的状况是什么 Herman跟大家说个嗨 大家好 Herman我们来聊一下 我们知道新的纾困方案的细节 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可是市场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好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提过一句话 就是叫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也就是说市场在听到谣言的时候 就会开始买进向上 可是等到新闻成真的时候 这事情通常已经反应完了 所以股市就比较不太会有新的动能 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市场感受到 过去一直在期待纾困方案 等到真的来的时候 其实就在找下一个好消息 如果又没有新的好消息的话 市场可能就会动能就会衰退一点 但是我们是觉得其实纾困方案 在经济上可能还是蛮重要的 像我们最近看到12月公布的零售数据 其实照道理来讲 12月传统上是一个零售非常好的季节 圣诞节到了 可是12月比起11月继续的衰退 而且已经是连续三个月 比起前一个月都在衰退的状况 其中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 在零售数据统计的时候 我们600块的支票还没有进到大家的账户里面 我们现在大家就是在期待 这个600块支票 加上新一波纾困方案可能会有的1400块的支票 可以继续的提升民间的消费 那讲到这个有些人反映说东西变贵了 那本周公布说12月消费者的数据的比起来 跟2019年12月比起来只上升了1.4% 所以这跟很多人他们觉得东西变贵的感觉不一样 那有些人甚至埋怨的时候 是不是政府或者是统计 他是统计错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统计就是一个整体的状况 所以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也会说统计一定都会有误差 可是其实相对来说 很多人的感觉未必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会以偏概全 而且都是选择性记忆 对你只看到你记得东西变贵的部分 可是你去可能忽略了 其他很多东西可能是变便宜了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呢 其实在整体物价指数的一个统计里面 60%其实都是跟服务相关的 举例来讲一个人最大的支出 其实是他的租金 那可能在疫情的期间呢 因为种种的因素 可能店不能开门 或者是说经济真的不好 所以租金可能涨不上去 一般的服务业呢 也没办法调整物价 所以以整体的物价来看呢 其实反而是一个趋缓 甚至有可能有些商品是下滑的 是 那herman像你刚才讲的说 服务业没有大幅的成长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这个是不是代表说 未来当疫情开始稳定 大家都已经接受了疫苗以后 那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个严重的物价上涨呢 当然有可能 但是这种的很多分析师 抱持着这样的看法 但是他们可能要多考虑一下 其他的影响 我举例来讲 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愿意买一个 比较好的电视 因为他不会出去电影院了 对不对 他可能不会去 他以前可以去哪里滑雪 他现在可能只能在家里看滑雪的录影带 所以他愿意花钱买比较好 比较贵的东西物价会上涨 可是等到人的生活真的回复正常之后 他可能会把这些消费移回去 本来他该有的地方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原来的商品还会继续再上涨呢 可能就未必了 所以这个假设未必成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会担心工厂开工 对没错 你不能开工 那当然商品减少了 东西就变贵了 可是如果疫情结束 人们生活真的回复正常 那工厂可以继续开工 物品可以继续流动的话 其实也不会造成因为供给不足 造成物价上涨 那刚才Herman讲到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之前很多观众朋友 他们有听你讲过说 可以来投资黄金 来分享通货膨胀的风险 那既然没有这么严重的 未来的这样子一个风险的话 是否就不需要投资黄金呢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稍微澄清一下 我们强调很多次的是 现在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进一步来讲 目前的政策也未必会导致 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排除掉一个可能性 就是未来政府的什么政策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就是所谓的风险 也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还是认为呢 在现在的一个时间上 长期来看 黄金呢还是可以有效的 避免通货膨胀的风险 还是值得观众朋友去考虑的 真的很谢谢Herman 就是每一个礼拜 都给我们这么多精彩 丰富的内容 让我们知道投资人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的观众的support 还有观众整个收视率的节目 都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期待 我们今天会有更多更好的内容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跟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